1.20又更新了 你们看 我这一身保护4的下界合金套 即使能免疫大部分伤害 但爆炸总能让我们扣除掉大量的血量 鼠子跳劈我们只掉两颗星 但伤害最低的TNT 却快给我炸死了 墨移手机 虫身宝 床 都更不例外了 我都快当场去世了 但是 当我举起盾牌的那一刻 中离开盾是吧 我不好说 但是在当前版本里 鼠子的盾也会受到一定的爆炸伤害 不是完全防御 这个机制也是让众多的PVP大神吃鞭 尤其是巨魔 在猎人追杀中 直接被梦里水晶炸死 导致之后的游戏中 这件物品被永久删除 而这次的改动 主玩家只要有盾牌 暴力的概率就更小了 冒险玩家和建筑玩家狂喜 但PVP玩家可就更难死了 不过这次的更新还是要夸夸官方 因为现实中的骆驼 是前后两只脚同步走路的 所以这次修改了骆驼的行走动画 使它更加精进现实 而那些竹子栅栏下方的贴图bug 也得到了修复 我们现在有了全新的告示牌用法 曾经的桥梁宠儿 风火已经过时了 我们可以搭出这样的竹子 或者其他木制的桥梁 上方可以顺畅通过 但如果要搭这横着的桥梁 那么必须急跑通过 否则可能会变成一只足少年 对了 给我点个赞 再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栅栏门的下方 也不再能悬挂宝石牌了 这个bug已经被修复 现在我们只能在木栅栏下方悬挂了 这次的更新内容虽少 但直接改变了1.20MT的走向 玩家更难暴毙 PVP玩家击杀对手变得更艰难 也许之后的PVP会禁止盾牌 不到我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裤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